觀眾朋友這個禮拜的一開始 關鍵字只有一個字 熱 這個夏天到底能有多熱 專家預告 這個星期五有機會挑戰最高溫 而在中國已經熱出了國安問題了 上海出現的史上最高溫 後疫情時代的雙熱浪危機 就這麼一個一個被逼出原形 而最敏感的是這一件事情 在中共二十大前夕 中國掃蕩民間的軍火庫 到底背後預告了怎麼樣的山羽 沒錯 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這畫面是什麼 你以為是什麼在台灣 或是在什麼地方 發生的這個運動嗎 不是 這是因為中國 現在在掃黑 為什麼要掃黑 因為因應二十大的順利進行 所以中國從六月就開始展開 全國的掃黑 這個掃黑裡面來說 這畫面這怎麼會有那麼多槍枝 這是在哪裡抓到 這是在四川 因為四川的阿爸州自治區 這個地方就說 你如果真的有這個槍枝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中央有這個政策 所以你就自己把槍拿出來 結果沒想到一叫你繳了的時候 結果沒想到民眾都拿出來 居然上繳了一千發的子彈 還有兩百支的這個槍枝 大家以為是這是哪來的 這是軍火庫嗎 還是怎樣的狀況呢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個情形呢 主要是因為當地民眾 有一些是遊牧民族 那他們可能自己有打獵的習慣 但是因為現在要求你交出來的時候 你們就全力交出來 這當然是為了要確保 二十大能夠順利的進行 所以我們就講那一句話叫做 欲敵從寬 料敵從嚴 二十大前一聲令下居然上千發的子彈 真的嚇死人 還沒完 他簡直是輕繳無極限 沒錯 不只是說你要繳出來 甚至是說好 那我就沒有用 我沒有用 我放在什麼地方 其實我已經把它弄在我的這個 因為我的要弄豬圈的時候 養豬圈的時候 我把它黏在這個門上面 結果不像他這是槍管 不行 政府說你要給我拿出來 所以他還要被迫 還要把這個槍管拆掉 這個是諸射拿來擋牆壁的廢棄槍管 沒錯 連這個都要上繳 是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當然對中國大會來說的話 這個確保二十大能夠順利進行 這是最重要一件事 所以不管你的槍 槍管 反正跟槍有關係的 全部都給我上繳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知道 甚至中國目前還面臨到熱的 排行這幾天很熱 中國也是非常熱 而且他們還熱出問題來了 我們知道在重慶 重慶其實也是火爐 那在重慶有一個這個故宮文物南遷 因為我曾經把這個 文物從北京遷到重慶來 結果被想要遷到這個地方來說 因為太熱的關係 你知道 就像你仔細看 上面的這個瓦片 就一個一個滑落下來 為什麼滑落下來 因為我們知道 事實上這幾天的時候 重慶溫度到42度 然後它的瓦片跟這個防水層 中間它有一個塗料 就是塗料完全乾掉 乾掉的話等於是沒有 這個瓦片沒有這個 沒有黏著力 對 沒有辦法把它抓住 結果沒想到整片 就這樣滑落下來 所以你看這個防水層就這樣露出來 大家想說那怎麼會這麼嚴重呢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們原本一開始設想是說 因為重慶雖然是高溫 但是重慶比起來的話更潮濕 所以他們有因應這個狀況 有做一些設計 結果沒想到 因為這個他們的設計出了問題之後 導致這整片出現一個 滑落的這個狀況 你知道說其實從中國的今年 大概三 四月以來的時候 這個租價就要往上衝 那我們知道租價 事實上是對他們的CPI 是相當大的一個成分 通常一旦租價往上升的時候 中國的這個通膨率一定會往上竄 往上竄因為租價狂飆 所以你知道這幾個月的時候 中國民眾其實是 已經感受到通膨的壓力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第一個 我們這個豬很多都是吃 什麼大豆粕 或是吃一些稻米這些東西 就沒想到因為股價 糧食欠收 股價開始往上升 股價往上升的時候 租價現在往上升 再加上說其實豬 養豬的時候 需要用到大量的電力 為什麼 太熱 豬要散熱 所以電力價格狂飆 導致這些都轉嫁到豬價上面 所以豬價上漲 你看從三月以來已經漲了四成 四成的話 中國當中民眾 因為我剛才講到CPI 非常重要的成分就是豬價 豬價漲四成 他們的通膨率自然自然 就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四成的漲幅 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數字 當豬肉越來越高貴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就是它的CPI 已經大火燜燒 還沒完 中國堅持在就算經濟 它還是要清零 居然高溫變成清零 最大的一個未知數了 沒錯 像中國這樣清零 剛才除了這個溫度 你可能個人會受到傷害之外 因為他們堅持清零的 這個狀況的傾行之下 現在有兩種 已經出現非常大的負擔 第一個叫做醫院 因為這幾年其實中國開了 非常多私立醫院 結果沒想到一碰到 這個所謂的清零的這個政策 中國根據他們的統計 因為沒有人去看醫生 所以民間醫院沒有收入 那只能夠做快篩 所以去年有46家大型的私人醫院 就出現一個破產的這個局面 破產的不只是醫院出現一個破產潮 就像我覺得有一個東西 我們值得留意 篩檢 我們在中國做快篩 做PCR這些東西 請問你是不是產生大量的廢棄物 光是上海當時在清零的時候 它一個月就有6.8噸左右的廢棄物 這個廢棄物是平常約莫 平常大概只有1萬噸左右 它有6.8萬噸 平常只有六七倍 問題是我們知道 在台灣這種醫療廢棄物 你要特殊處理 你要取得特殊的證照才能處理 你認為中國有辦法做到這件事嗎 地方政府都沒有錢 醫院也沒有 醫院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所以現在必須說你要焚燒 焚燒會導致說地方的負債會大幅增加 地方根本沒有錢可以負擔 所以可能就亂丟棄 所以除了會造成地方政府 可能會財政出現困難之後 這些廢棄物亂丟之後 會不會再引爆新的疫情 出現的可能性 高溫熱讓 人心浮動 這是20大要面臨的第一顆衛爆彈 第二顆衛爆彈恐怕更難拆了 我們講的是債務炸彈 沒錯 實際上我們知道 上禮拜公布了 中國第二季經濟成長率0.4 大家都嚇了一跳 於是中國經濟陷入成長 已經停滯性 已經大家都非常感覺到 就這幾天的時候 中國的官員還有官媒都出來說 沒有 我們今年的經濟還是很好 5.5的目標 問題是北大的教授就實際算一下 他說如果要達到5.5的話 下半年經濟成長就要有9% 9% 覺得這個不現實 要不然就是說好 如果你沒有9%的話 那就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廣發消費券 每個人平均在發2萬塊的人民幣的話 就可以救了 這問題是這有可能嗎 這個又被打臉了 觀眾朋友記得嗎 報新聞我們在兩個禮拜之內 告訴大家 北京已經在做了 是 北京平均市民攤下來 一個人拿到多少消費額度 5塊 5塊人民幣 20塊台幣 你要怎麼刺激消費 結果教授算出來 2萬我就問了 錢從哪裡來 當然 2萬 你要知道中國道理有14億人口 你的錢從哪裡來 這不現實的一件事 另外一個我們就在講說 因為為什麼 因為除了這個中國中央 目前可能財政吃緊之外 重要是中國的地方 我們知道如果我們評估一個地方的話 如果你地方的政府 你的負債率高達30% 30%的話你可能是說 你的這個支出就要用來 這個負債的壓力非常大 結果目前中國 大概已經有30%左右的地方政府 你面臨到龐大的這個債務壓力 也就是說目前這個債務 不只壓在中央 也壓在地方政府上面 特別是說我們講到最近 最近大家都注意到河南民眾出來 這個維權的這個事件 那這個主要是因為 牽扯到一個河南新財富的這個集團 那因為過去他可能就非法吸金 那非法吸金的時候 他現在就因為破產 因為這個他就把捲款而逃之後 導致這些這個存款物 出來維權的一個衝突 好那知道 像大家講 哇 那這個其實越演越烈 那為什麼越演越烈 他都擔心說這會往上延燒 第一個現在不斷的往上查說 那你這個實際控制人呂毅 他已經跑到國外去了 那到底誰當初給你在這邊 這個你這邊當你的靠山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 銀行遍地開花的維權 背後的那個觸發的第一張骨牌 是這個叫做呂毅的人 這個人已經交定某油跑了 今天我們來告訴大家 為什麼再重新去抽絲剝繭 因為背後整個權力脈絡 今天曝光了 沒錯 結果有人說 那你的這個靠山是誰 結果沒叫往上延燒上面 居然是這個政治局常委栗戰書 他是這個習近平的好麻吉 這個問題可大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 另外就是河南銀行的 這個代理清算銀行 是這個南京銀行 也是他有投資他 然後他是破產的 這個豐盛系的這個金屬 那豐盛系是誰 豐盛系我們知道說 事實上華榮之前的董事長賴曉明 就被習近平槍斃了 這個人是他 這個人號稱養了多少的小三 整個社區有多少小孩要叫他爸爸 這個第一貪官 沒錯 所以你就知道說事實上 如果牽扯到第一貪官 又牽扯到習近平身邊的人 那你習近平當初把他打掉 那他講說這個風暴會不會越延越的 因為尤其是在二十大之前 有這個風暴 大家覺得非常的詭異 好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狀況 因為民間的銀行倒閉 或是村正銀行倒閉 他其實也會牽扯到 所有的房地產 我們到最近房地產來說 又出現很多爛尾樓 所以現在官方就開始說 我們這個爛尾樓 一定可以完全的阻止 這個一定可以淡化到這個風暴 官媒就說已經很多樓盤了 就是很多的房地產已經開始復工了 可是大家都想說怎麼可能 你才說這樣沒多久的時候 馬上就有民間出來跟你打臉 他說什麼 目前為止這個爛尾樓風暴 是越演越烈 他說目前為止已經增加了 大概235個建案 這個什麼概念 觀眾朋友 兩百三十五個建案 上個星期五才48小時之前 我們告訴大家說 這個已經有100出頭 我們已經覺得很多了 才隔48小時倍增 對 而且原本是20個省份 現在已經25省 所以你看 事實上這是變成這個遍地開花 對中國壓力非常大 特別是說我們就講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這是西安爛尾樓的樓主 他包圍西安的這個銀保監局 為什麼他們是非常氣氛 我們不能停工 停工的話你又要告我們 所以他現在整個完全就是 而且事實上更慘的是什麼 有300個業主 他們搬去爛尾樓 爛尾樓的話 結果住的東西非常爛 你看 這就是 你看這算是一般人住的地方嗎 你看連窗戶 連門窗都沒有 門都沒有 然後水墊也沒有 眼看就是個毛胚屋 然後住的地方 因為我根本沒辦法有什麼水墊 所以我就只能很簡陋地住在這個地方 你說我還要繳這些房子 你比如說完工 然後我要繳貸款 你說住在這邊你氣不氣 畢生的身家 我就壓在這個電案 結果我付了錢 你給我的居然是這個 沒水沒電的爛尾樓 那我就連毛胚屋 我不住進來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對 更慘的是你還要再繳房貸 你說沒有完工 然後我住在這種地方 你要繳房貸 所以你說他們會上街頭 就像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嚴重 搞不好會變成是引爆中國 可能他們民眾不滿的一個 非常大的導火線 這個我們要持續觀察 那於是你看 我們那個謝金的謝老大就說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這樣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爛尾樓 是在一個很多地方 但沒想到現在 他說中國大陸已經變成 一帶一路的爛尾國 不只是國內的艱難很多爛尾 當然海外也非常多爛尾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這整個金融體系 可能會出現非常大的影響 好 那我們講 國外一帶一路的爛尾國 我們就講這幾天 已經非常危奇的斯里蘭卡 好 那斯里蘭卡 現在他們要選出新的總統 因為總統已經跑路了 結果我們再看到這個機場 這個機場叫馬特拉帕拉 賈拉帕克薩機場 這其實是用前總統的名字 去命名的 這個機場當初一共花了2.5億去造 就2.5億去造就像你看 因為沒有人 完全沒有人 你看那個停車場 你看這個停機坪空橋 空燙燙的 沒人 完全沒有人 中國我跟你說 該的會有很多人來 結果完全沒人 結果沒人 然後怎麼辦 那總是要用 沒有機場 那怎麼辦 他們就把它租給稻米的 這個儲存業者 說這給你放稻米好了 結果他們就放在稻米這個地方 起家睡病穀倉 沒辦法 你至少還有一點點收入 不然沒有人要租 好 那結果沒辦法 因為你知道穀倉 反正我就放在所謂建築物裡面 外面怎樣我不管 所以你看 如果你去看他周邊 他周邊目前為止 已經開始出現非常多野生動物 已經野南是一個野生動物 人家說這裡的地方 野生動物都比旅客還要更多 斯里蘭卡就變成是一帶一路了 爛尾國了 第一個 你說只有斯里蘭卡不止 肯亞 巴基斯 很多國家都被點名 所以你看事實上對中國來講話 不只是國外的爛尾國 國內的爛尾樓 這兩個都變成是 中國在二十大之前的 可能會對他們的經濟 或是整個財政 有非常大負擔的兩個重點 邀請您一起加入 五七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挖跟醬